一席舉杯 近臺日友誼長存 日本新任駐臺代表片山合之 舉行上任酒會 作為加入日本外務省 超過四十年的外交老將 片山自任這次來臺 冥冥之中 天注定 片山合之派駐過中國 美國 比利時 以及馬來西亞 來臺之前是日本駐秘魯大使 石板名副先前分析 由於秘魯的日本移民 多達十萬人 對日本來說 秘魯非常重要 岸田內閣的外交人士調動 顯見對臺重視 片山在秘魯的人脈 更有助臺灣爭取加入CPTPP 臺灣先前加入CPTPP 在這個方面 我們要繼續努力合作 在秘魯那時候片山大使 就已經在幫臺灣做非常多的事情 不是全程中文致詞 片山特別用臺語拉近與臺灣的距離 說要幫國家來臺爭取更多日本粉絲 雙邊互動密切之下 賴清德晉總決策委員會召集人 邱毅人 國民黨國際部主任 黃介鎮以及民眾黨秘書 會長周台主等藍綠白代表全都到場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 當場改編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名言 世界這麼大 人生這麼長 總有一個地方能夠讓你溫柔的對待 就是臺灣 中國霸權崛起之下 臺日不只要逼此圈粉 更要溫柔以待 臺灣可以讓你溫柔的對待 臺灣 臺灣 臺灣